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情况下就要想办法 我们运气好 就有李家伟老师想了办法 他想的办法就是搞一个方舟 让我从这只乌龟谈起 在三年前接到电话 是台湾农委会领误局的 他说食蛇龟有难 希望我可以参与帮助 这个背景是那一年在台湾海峡 拦截的渔船总共拦截了 有五千只的食蛇龟 通常那是十分之一的机会被拦截 代表那一年至少有五万只的食蛇龟 从台湾的山林里头被盗猎 然后送到中国大陆 一只食蛇龟在三四年前 一只是一千两百块台币 很小一只就没有我巴掌这么大 到了去年年初 一只涨到五千五百块台币 你想想看 台湾山林里头 哪有那么多的乌龟 可以源源不断的供应 大陆把它当作炒作商品的市场 是供应不了的 所以很快的食蛇龟就消失了 我需要一个按钮 好 谢谢 下一个遭殃的是财官龟 财官龟去年的价钱 也一样三四千块钱一只 乌龟有了这样子的两个案例 就让我开始想 我们能做些什么样子的事情 首先就接纳了农委会委托 我们照顾的几百个个体 所以在我们屏东高树乡的 热带植物保障中心 就开始养乌龟了 我因此必须去多读一点资料 过去我是在野地里头敲化石的 我是个化石猎人 我清楚知道地球上 生物演化的那个 兴衰的节奏是什么 很快的我就读到一篇文章 他说乌龟 是现在所有脊植动物里头 灭绝压力最大的一群 他跟恐龙一起诞生在地球上 可以回溯到两亿四千万年前 他看着巨大的恐龙 一只一只的 一种一种的在地球上诞生 他也看着恐龙 一个种一个种的灭绝 到了今天 他面对了自己悲惨的灭绝的命运 全世界有三百三十种乌龟 里头有七种是海龟 这些剩下的陆龟跟水龟 都有一半左右 面对了灭绝的压力 压力的来源在哪里 首先我们看这里 在长江有这么一种特殊的鳖 叫做斑鳖 你可以看到它的体型巨大 鳖就是没有硬壳的龟了 这次可以长到一公尺大 很不幸 全世界到了三个月前 只剩下四个个体 这种龟 两只在越南北边的河流里头 两只在大陆的苏州动物园 苏州动物园正好是一公一母 所以过去大家努力的很多年来 国际保育人士 试图让他怀孕 能够生蛋 蛋下小龟 但是看看去年7月22号的新闻 再度宣告失败 因为他们都超过一百岁了 他们会交配 但是似乎不成功 所以去年就用电来刺激 让那个公龟产生精子 然后人工受孕给这个母龟 最后还是失败了 今年一定还会尝试 明年还会尝试 但是机会不会有很多 在越南的两只公龟呢 在三个月前过世了一只 全世界这个物种只剩下三个 我几乎必须很负责任地跟大家说 我认为这个龟是没有未来的 在往后我们的人生里头 会见到这个物种在地球上彻底消失 但是这不是唯一的特例 在2012年 那个叫做Lonesome George的 来自于加拉巴哥群岛的 那个物种的最后一个个体过世了 宣告着这种龟的消失 所以在我们人的一辈子里头 我们会看到好几个龟种 在我们的眼前消失 再看看去年6月29号的国际新闻 Enterial species found a pile in a shipping crate 在菲律宾的一个废弃的农庄 的一个货卡上头 看到了3800只的巴勒旺龟 装在这个卡车上头 第二天就要送到中国大陆去 被拦截下来了 巴勒旺龟是在上一个世纪初 被描述的一个新物种 它只有两个标本留在马尼拉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轰炸把这些标本都毁掉了 这一公一母就不见了 大家在那之后几十年 都没有看过巴勒旺龟 因为这是一种非常害羞的乌龟 他平常单个独立的生活 就到交配期的时候 才偶尔相会 他们几次放在一起 就情绪不安 他就活不下去 现在把3800只 放在一个货卡上头 他们在野地里头 能够再找到500只 就了不起了 大家不相信还能找到 也就是捕龟的人 花了很长的时间 把这些龟 从巴勒旺岛的各处 汇聚在一起 准备送到中国大陆去 昨天我碰到法国的乌龟专家 他到台湾找我 他告诉我 这里头已经死了一半以上了 最后这3800只 能有500只活下来 都是令人压抑的事情 大陆把这些龟送到那里去 当商品炒作 就好像台湾 我们过去炒作 我小时候 很多人喜欢养鸟 把鸟的价钱弄得很高很高 后来崩盘了 后来大家喜欢养兰花 那种叶子里头 白线的兰花 把它拉到一棵一百万 现在一百块就可以买到 乌龟 从世界各地汇聚到中国大陆 变成商品在炒作 当它崩盘的时候 这些龟是回不到它的家乡的 所以就会就地灭绝在中国大陆 这种事情 好像我一路在批判中国大陆 其实世界各地都在发生同样的事情 这是去年商业周刊上 登出一篇台湾的文章 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 在忏悔 他们对着这一群死掉的鸟忏悔 这个故事已经是连年重复的上演 从三四年前开始 大家就注意到 台湾屏东的农田里头 会在很小的一块田地里头 可能只有五六甲里头 会找到两千五百只的死鸟 也就是你走几步就一只死鸟在眼前 为什么如此 是因为时间到了 要种红豆 红豆撒到田里头去 鸟会来吃 农人不愿意让红豆被吃掉 所以在里头放毒药 这是一种神经性的毒 是一个全身的剧毒 鸟吃了 现场死掉 老鹰飞过来 把这些死鸟吃了 老鹰也毒死在里头 所以两三千只鸟 就在南部的农田里头 就死在大家的眼前 每一年如此 这是去年的情境 也不是只有中国人才如此 要名是National Geographic 香港代表 我非常喜欢National Geographic 我从小喜欢 这是一篇大概二三十年前的文章 它描述的 一群快乐的海豚 在日本海 看着渔夫捕鱼 他们从空中欣赏 那个捕鱼的情景 也许偶尔偷条鱼吃 结果就被渔夫赶到海湾里头 用鱼刀一头头刺死 鲜血染红了整片海洋的情景 人就是如此的杀戮 这个情形发生在三十年前 今天如何呢 你可以看看 2006年的时候 2007年的时候新闻 日本杀鲸船出海 将血洗南极 每一年都如此 去年的杀鲸队又再度出发 我们对其他的生物 做不必要的抢害 是如此的世界性 鲸屯 全世界不到一百种 有一个种刚刚灭绝 是2006年的时候 国际专家组成了一个搜索队 在长江地毯式的搜索 经过了半年的努力 正式宣布 长江的白鸡屯 已经完全灭绝了 长江还有一种河屯 海屯 叫做江屯 江屯剩下的个体也非常少 另外一种是 在东南亚河里头的 全世界只剩八十个个体 所以这就是野生生物 现在的命运 这是一个严肃的科学议题 你可以看到 国际的学术旗舰杂志 是开始不停地讨论 这件事情的严重度 在2014年 Science的杂志 有个专辑谈 Venishing Fauna 它讲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一片森林留下来了 我们留不住那里头 快速消失的动物 它谈的就是 自从人类在一万年前 散步到世界各地 我们优先地把那些 大型的哺乳动物灭绝 今天 现代人看的情景 跟一万年前所看到的是 完全不同一样的世界 The Empty Forest 谈的就是这个故事 我很快看过 我们就是这件事情的主角 人 可以说是七百万年前 非洲崛起的人科动物 也可以说是两百万年前 崛起的人属动物 但是我们真正的本质是 二十万年前 从非洲南端崛起的 现代智人 这一群人有绝对的特质 它是一个世间 最有冒险心的一个物种 所以我们征服了全世界 但是人这一刚开始的时候 是被困锁在非洲的南端 因为二十万年前 正好是世界上的 上上次的冰河期 在过去的两百万年里头 每隔十万年 周期性的进到冰河期 每一次有八九万年 是冰封的时代 然后有一两万年是尖冰期 我们现在在尖冰期 我们享受着难得的温暖跟稳定 但是二十万年前 他们困居在非洲南端的洞穴里 留下了尽量的工具 准备好了征服世界 等冰河期过了 他们到了非洲的北端 到了欧洲的南端 然后展开了一场 征服全世界的旅程 这个旅程大约在一万五千年前 人类学家说 结束在南美洲的南端 但是对于华人来说 我们应该很得意的说 征服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棒 是台湾人达成的 不是现在的一般定义的台湾人 是台湾的原住民 他们在七千五百年前 从大陆的东南移到了台湾 以台湾做根据地 辐射性的散播到了 非洲边上的马达加斯加岛 从那里一路往西 散步到了南太平洋的复活节岛 这一大片的太平洋跟印度洋的海域 都是这群人的属地 所以台湾的原住民 才真正的是勇士的后代 但是到了一万年前 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地 走进了农耕生活 原因很清楚 因为地球的资源养不起像我们这样子的人类 我们就好像非洲原野里头的狮子一样 在食物的最顶颠的金字塔上头 非洲有成群的牛羊脚马 养不活几头狮子 所以回顾一万年前 地球上可能还不到一百万人 有人说应该绝对不超过一千五百万人 也就是那时候人已经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自然条件养不活我们 养不活多少人的 大家只好被迫进到农耕 农耕是不得已的 你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播种 照顾植物 收获它们 然后磨成粉 做成面包 这比直接猎杀其他动物要费事很多 但是人口用小规模的方式 稳定在过去的一万年里头 什么时候人口才开始上升呢 就是到了工业革命 所以也只不过到了两百五十年前的时候 清朝皇帝康熙统治一个强大的中国 他的辖下的子民是一亿人 到了他的孙子乾隆皇帝 那是一个更雄大的中国 有两亿人 到了国父孙中山革命的时候 中国有四万万同胞 四亿人 那个时候 也就是说离现在的一百年前 世界上乘以五有二十亿人口 当我是个高中生的时候 读着科学月刊 我们惊恐地说 再过几年 世界就要有四十亿人了 地球的农田可以生产足够的粮食 喂饱四十亿年吗 那时候是我们的年轻的心所恐慌的 但是在那之后 每一年用八千万人左右的速度在成长 现在世界上有七十三亿人 所以这个是国家地理杂志 在2011年的封面故事 population seven billion 到了那一年的十月十一月 正是地球上见到七十亿人 现在七十三亿人 这些七十三亿人 当然没有足够的粮食喂饱他们 粮食是够的 但是分配永远不平均 每一天地球上有两万个小孩子 是抱着肚皮饿死 我们很少去关心他们 但是这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事情 因为到了2050年的时候 世界人口至少是在九十亿 有人悲观地说是到九十五亿 我们农田不会再增加 但是大家想的是说 会不会生物科技 让我们克服粮食短缺的问题 粮食短缺短缺多少 会短缺百分之五十的粮食 也就是现在的所有的稻米玉米小麦 都需要增产很多 才足够九十五亿人 能够真正地吃饱 科学家乐观地预期 这一天会到来 但是去年十一月份的 National Geographic 给了我们一个绝对的 坏的预测 说到了2050年的时候 稻米会降低百分之十一 马铃薯降百分之九 小麦降百分之三 连玉米都要降百分之二十四 为什么会如此 农田还是那么多 生物科技越进步 这个数字哪来的 气候变迁 农田不可预期的 会遭受很大的挫折 未来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 这一切当然 是当工业革命开始 我们大量地把石油 从地底下打出来 石油是什么 在那之前 从埃及人开始 三千年前 埃及人 中国人就开始把煤采出来了 量终究是少数 但是煤跟石油 都是共同的 生命的精华 很意外的累积 它们都是远古的 生物的尸体 被埋在适当的温度压力底下 它没有被细菌彻底的分解 转变成为高能量的 能源供应 累积了几亿年的生命材料 被我们用几百年的时间 挖出来把它烧掉 所以现在二氧化碳的浓度 是65万年来的最高 65万年 我们人才出现20万年 但是摊开地球的历史 现在的二氧化碳浓度 绝对不是最高的 以前很多次的比现在还高很多 但是问题是 我们没有活在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的生物组成 跟我现在是很不相同的 所以全球增温就变成了 这一个世纪最难堪的挑战 我们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谈谈我自己 我是个化石猎人 过去的十几年 我在世界各地敲化石 这是我在云南的情景 刚才是我的合作伙伴 中国科学院的陈军远教授 我在澳洲的Idiacara 那个沙漠里头敲化石 我也到俗俄的最北边 白海 中年冰封 只有夏天一个月 可以进去的地方 去敲五亿到六亿年之间的化石 我的工作就是想了解 动物是怎么开始的 早期的动物怎么演化 到我们今天 然后我后来花更多的时间 在非洲的奈米比亚敲化石 所以拥有几项世界纪录 地球上最古老的动物化石 是我敲出来的 地球上第一个有头有脑子 有极锁的动物 也就是我们的祖先 是我在云南敲出来的 很可能地球的 第一个有眼睛的动物 是我在非洲的奈米比亚敲出来的 这是1998年 我在Science发表了 那个精巧保存的胚胎 它被公认是 现在已知最古老的动物化石 这是我在云南 发现的一个 两三公分的小虫子 叫做海口虫 它很可能就是我们 久远之前的祖先 第一个两侧对称的动物 是我在贵州瞧出来的 这是一个用同步辐射 S光加速器 可以看到岩石内部的 立体跟显微结构 这是美国NASA支持的计划 我们发表了一篇文章 在Science上头 谈六亿年前 像现在一样子的 细胞分裂的方式 动物的祖先已经在采用了 有了这些野地的经验 我学了一堂 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一个课 就是我知道地球上 生命兴衰的节奏 因为都清楚地 记录在岩石里头 这个节奏是一百万年 也就是 曾经出现的生命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都已经灭绝了 我们是现生的一群 在过往的生命 一个物种 大概平均活一百万年 当然有些物种是 刚刚演化出来 完全不适应地球 就消失了 有些可能历千万年不改变 但是一百万年 应该是平均数字 那我们用这一百万年 来了解 现在的情况是如何 现在的生物学家说 生命的灭绝 正在用背景值的 一百倍到一千倍消失 我用案例跟大家说明 什么是一百倍 什么是一千倍 这是吕歌 吕歌是在 当西方人到了北美洲 所描述那个 遮天蔽日的迁徙情景 他们说 看到一片黑云过来 看不见头 看不见尾 看不见边际 飞过天空几十个小时 估算 那一群鸟 有两亿只个体 估算 整个北美洲 在那一刹那 有五十亿只铝鸽 但是白人带着枪 到了北美洲 几十年的时间里头 把吕歌彻底的灭绝 最后一个个体是 1914年 死在美国的 辛辛纳提的动物园里头 离现在是一百零二年 我们回顾这一百年里头 世界上有多少鸟消失 一百种以上 鸟活着的有一万种 如果大家平均活一百万年的话 人类应该是 每一百年 看到一种鸟灭绝 但是过往的一百年 已经有一百种鸟以上是 灭绝了 所以鸟是一种 趋吉避凶的生物 天气冷了 它就往南飞 从高海拔往低处飞 所以它知道躲避灾难 但是躲不过这场 人为的浩劫 它用背景值得一百倍 在消失 谁用一千倍在消失呢 淡水鱼 台湾有大约一百种淡水鱼 你很难定义淡水鱼 因为有些会到海里头去 有些住在海水跟河水交界的地方 勉强说我们有一百种淡水鱼 但是过去的一百年 台湾消失了十种淡水鱼 它只在博物馆的标本瓶里头了 假如淡水鱼 也是平均活一百万年的话 台湾人应该每一万年 看到一种淡水鱼在台湾消失 但是很不幸 百年里头我们损失了十种 那就代表淡水鱼 用一千倍的速度在消失 这不是台湾的特例 美国 日本 中国大陆都是如此 淡水鱼是一个相对敏感的类群 它们用一千倍的速度在消失 但是不是世间最悲剧的一群 最悲剧的一群是两栖类生物 青蛙你可以说它微不足道 你可以说它很可爱 但是在中南美洲 青蛙正在用两万倍的速度在消失 所以不要多久 我们想看到青蛙 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正在目击一场大灭绝 原本因漆地消失污染 气候变迁 而重创的许多两栖类生物 更因一种外来的真菌 遭受致命的一击 有些单位开始努力展开保种的工作 这是一群厄瓜多的工作人员 他们在大学里头养了 十五种拼临灭绝的青蛙 他们的年度预算是多少 十万美金 你记得十万美金这个数字 可以照顾十五种拼临灭绝的青蛙 但是十万美金够什么 够在动物园里头养活一头大象一年 所以我们当然你就会直接想到说 是不是我们就面对了资源竞争 到底要养青蛙还是养大象 一头大象可以养活十五种蛙 可以养活上千个以上的个体 但是其实这里头根本就没有 竞争资源的问题 为什么 我们刚用美国探测外太空 一年的年度预算 一年差不多一百亿美金 世界各国用在武器上头的预算 那是一个绝对高的天文数字 我们人并不是缺乏资源来照顾物种 而是我们不愿意这样子做 我在清华大学 新竹的清华大学教了三十多年书了 我每一年持续恐吓我们的学生 说未来的日子不好过 因为第六次大灭绝就要来 我越讲越心虚 因为学界里头产生不了坚实的数字 来说这个灭绝 用什么规模 用什么速度 什么时候来临 但是到了2011年 科学界的旗舰杂志 Nature 登出了一篇大部头的文章 说第六次大灭绝 是不是已经来临了 他的结论是说 如果我们不积极的采取行动 把那些受到生存威胁的物种 尽早的保存下来的话 那么大灭绝会在人类的几个世代里头开启 一开启就停不下来 人类的几个世代是什么意思 过去的年轻人20岁就结婚生孩子 现在30岁 30多岁 也就是不到100年的时间 这个大灭绝就要来临 什么叫做大灭绝 大灭绝指的是在很短的地质时间里头 有超过75%的物种消失 这句话很清楚 有数字 但是模糊到了基点 因为没有人知道地球有多少物种 有名字的不到200万种 但是你问我地球上有多少种生物 我会说很可能超过3000万种 所以我们的分母都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是如何呢 但是他清楚地传达的一个讯息 就是当大灭绝发生的时候 地球上是有99%以上个体的死亡 这是一个绝对的灾难 因为在地质史里头 这件事情已经出现过五次了 我研究古生物的历史 我清楚地知道 那一个灭绝事件的时候 只有非常少数的个体 能够躲过那样子的灾难 那不是谁聪明 谁的肌肉好 而是谁的运气好 躲过灾难 但是这样的事情 难道就要在百年之内 在地球上发生吗 你很难想象 不过一篇一篇的文章 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很可能是真的 这个是2014年12月份 Nature的一篇文章 它说Life as States Report 告诉我们地球上 现在的生物的现况会是如何 它重复了我刚才所说的一些事情 就是我们对生物界的了解太少了 很多多样性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它们就正在快速地消失 它里头有一个表 告诉我们消失的背景是什么 绝大多数都是漆地的破坏 漆地的破坏都是人破坏的 其中有一项因素 只占很小部分 就是Climate Change 气候变迁 占生命灭绝的7%的因子 它留下了一个伏笔 它说这个因子 很可能快速地会扩大 那我们来看看 扩大的速度是如何 这是2014年12月文章 我们看在去年5月1号 在Science的一篇文章 它说 Accelerating Extinction Risk from Climate Change 它告诉我们说 人类想把气候变迁控制在两度C 应该是泡沫 不可能达成 三度C 也许是一个努力的目标 但是很可能是四度C 四度C的时候 是地球的生命 无以承受的灾难 当四度C的时候的那一刹那 地球上会跨生物类群的 16%的消失 只要生命灭绝了 到了这个程度 后头就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了 它就是崩盘式的瓦解 他们说 最严重的地方会是在中南美洲 其次在澳洲 在非洲 整个亚洲是不清楚的 没有被列入最严重的范围 但是这群科学家说 我们所以无以评估 是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数据 来说亚洲的情况是如何 这一个部分我可以补上 因为在过去的十几年 我频繁地到东南亚去旅行 想了解热带雨林的灾难是如何 那是惨不忍睹 它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灭绝现场 我举一个案例 这是在2001年出版的一本 《沙拉月的兰花志》 沙拉月统计了 超过200次的探险植物学家的 150年里头的一个综合记录 描述了沙拉月这个地方 有306 有1019种兰花 这是丰富无比 香港有多少 台湾我们说是一个兰花岛 台湾有480种兰花 沙拉月有1019种 但是这是一个悲剧 因为分析这里头 有306种 在过去这150年里头 只被看过一次 有200种被看过两次 那也就是有一半的兰花 是非常稀有的 但是你走到沙拉月 去看看 平地开发殆尽 中海拔砍伐超过一半 开发的脚步 已经到了高海拔地区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头 每一年年底 大家都要庆贺 今年到底发现了 哪一些新奇的物种 绝大多数都从沙拉月来的 但是沙拉月正在快速的崩解 所以我会很负责地说 沙拉月已经知道的 一千种兰花里头 有一半没有活在自然界里头 只活在文献里了 所以我引用一句话 是一位国际上 很知名的保育专家 Peter Revan 在2000年的时候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地球上 大约有三十万种的植物 但是在往后的五十年 四分之一要走向灭绝 如果我们不积极地 采取行动的话 到了这一个世纪末 会有三分之二的植物物种 在地球上消失 面对地球上 可能有三千万种以上的植物 的生物 植物只占了很小一部分 三十万种 了不起四十万种 它的灭绝 干大家何事 但是大家在座立刻就想到 它是我们的氧气的来源 它是我们食物的来源 更重要的是 它是我们医药的来源 还有更重要的是 一棵校园里头的一棵大树 它的根部 至少跟一两千种的植物 的真菌共生在一起 它的树上有多少的昆虫 以它为生 而且都建立起了 专一性的密切关系 所以一种植物的消失 其实代表的就是 树以百计其他物种的灭绝 所以这是一个 生态系里头 很基本重要的成员 了解了这些 在2007年的1月份 我们在台湾 就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叫孤岩卓云植物保种基金会 它的使命就是要保育 热带跟亚热带的物种 来永续地球上 最重要的生物多样性 保种最好的策略是 原期地的保存 但是原期地的保存 绝对的困难 那些热带国家 大多数都很穷 他们被迫去开发去 有些人天真的想说 我去买块地 画起来 不要让大家进去 这一点也做不到 所以 元期地保存 至少在2007年 我不抱任何希望 所以就决定 在台湾发展 台湾的南部 正好是热带 因为北回归线 从嘉义穿过 台湾有很热血的青年 那里的教育制度 几十年来 让我们培育出了一群 对人生有理想的年轻人 再来 台湾有相对好的环境意识 还有那里的企业家 相对的热忱捐输 所以在这几个条件 配合底下 我们就在屏东的高树乡 设立热带植物的保种中心 它就是把世界各地的热带植物 汇聚到台湾来 然后在花房里头 一颗颗的养活它 然后希望能够永续它的生命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大家会想到 你为什么保存种子 一束腰带 可以放进几百个 几千个种子 你把它冰起来不就好了吗 英国人就这样子做 在英国的皇家植物园 他们设了一个 非常庞大的冷冻库 把世界各地的种子 保存在那里 中国大陆 中国科学院的植物研究所 在云南 他们也设立了一个 很庞大的建筑物 有一个大型的冷冻库 要把中国东南的 一万九千种植物 用冷冻的方式 把种子保存在库房里头 但是世界上有 三十万种以上的植物 英国人目标就是两三万种 中国人就是一万九千种 为什么胃口这么小 因为大多数的植物在热带 热带植物的种子 饱含水分 它只要一干一冷就死掉了 所以要用种子计划 把热带植物养活 明白说今天办不到 所以只好用原始的 异地保存的工作 来保持它们 所以到目前 我们有17栋花房完成了 每一栋花房 大的有100公尺乘50公尺 现在我们的标准花房 应该就是50乘80公尺的大小 4000平方米一间 现在每一年 新建一间两间以上 所以这是一个 跟时间赛跑的工作 因为有大量的物种需要保存 也因此我们必须 不停地新建花房 这个新建的工程 从2007年到现在 从来没有停过 现在 在那里 总共保存了 28515种植物 那我跟大家说明 这个数字的意思 在台湾 我们自认是一个 物种多样性的地方 从海边到玉山顶上 总共有4300种植物 长在台湾 走进保存中心的花房 你会看到很多倍的丰富 我们用美国跟加拿大 那个庞大的土地 综合起来 2万种植物 走到保存中心 你看到的是 整个北美洲 还有丰富的物种 中国有3万种植物 我们在今年年底 就可以达到3万的数字 所以这是一个全世界最丰富的 活体植物的庇护所 第二名在哪里 在英国的 Royal Botanical Garden 它有1万8000种 第三名是在 美苏里 Botanical Garden 它有1万7500种 所以我们肩负着 很明确的责任 照顾这一群 多样性的物种 我很快地说明 以兰花来说 我们有8457种兰花 这里头超过5000种 是原生种 另外还有3000左右 是交配种 为什么要收交配种 有些蛋头学者 是绝对批评 我们这样子说 交配种是人为出来的 你为什么保存它 其实他忘了 有不少交配种的亲本 就是他的爸妈 已经在自然界消失了 大家说 这是一个保种计划 但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保基因的计划 现代的生命科学 是一个合成生物学的时代 我们要留住 多样性的生命 其实是要留住 多样性的基因 有了基因 就有无数的 创造的可能性 所以这也是 我大胆地 收交配种的原因 这是兰花房 里头的一个角落 它放进了 大量来自于中南美洲 那些开出艳丽芬芳 花朵的兰花 另外我们有一个 相当好的蕨类收藏 蕨类是不开花的植物 是地球上古老的一个类群 你很少看到蕨类叶子上 有坑洞 因为冲子都不吃它 它演化那么久了 它能早就知道 做出大量的二次代谢物 来让别人不碰它 它是很好的药物开发的来源 所以现在我们总共有 1838种蕨类 我不认为世界上 有哪一个植物园 有超过800种以上的蕨类 但是我们的目标 希望能够发展到 3000种蕨类 很得意的一个是 我们建立起一个 凤梨科植物的收藏 世界上有3000种凤梨 我们收集了其中的1600多种 然后再加上八九百的交配种 所以这是一个漂亮的 凤梨科的植物收藏 世界上差不多一半的变化 汇聚在这个花坊里头 我们吃凤梨 我们的凤梨是3000种凤梨头 唯一会结甜美的果实的 我们有原生种 食用凤梨的祖先 在南美洲被找到 它结出来的果子只有这么大 是人经过几百年 几千年的培育驯化 才把它变成这么大的 可以吃的凤梨 但是其他的3000种凤梨 在自然界一样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 它是拦截雨水 让树上生活的动物 一辈子不必落地 就可以在树上完成它的生活史 你看看 这是我到秘鲁看到的情景 满数的凤梨 但是你知道 当这些森林砍伐了之后 这些水杯一个一个落在地上 它们活不下去 其他动物也失去了生存的可能 在2008年 我们向厄瓜多下了一张订单 我说你把你原子 所拥有的那一百种凤梨 都卖给我 我只收到75种 我就问他 你另外25种 你舍不得卖吗 他说不是 我们真的找不到了 我们只有名单上有 我们找不到了 第二年 我下了一张假订单 重复了订单 我说你试试看 今年你可以提供多少 65种 今天我如果再开出同样的单子 我能收到50种就很不错了 这就是现实世界 我举个例子 这个叫做龟甲凤梨 这一个鼠 全世界上有20个种 全部都在巴西 但是这个物种 在野地已经掘积了 至少50年以上 我们在厄瓜多 一个偏远的园子里头 找到了世界最后一个个体 它不开花 不结种子 我们只能靠旁边 长出来的侧芽来繁殖 现在有10颗左右 我繁殖一万颗 都没有意义 因为它的基因型 全部一样 生态学家说 一个物种 瓶瓶灭绝 指的是说 在自然界里头 它全部活的个体 不超过1000个 就叫做瓶瓶灭绝 为什么 因为在座 每一个人的基因型 都不一样 病害来的时候 有人能活下来 有人不能活下来 1000个 是个关键数字 我把这个凤梨 繁殖个一万颗 一百万颗 都是只有一个个体而已 所以灾难来 它快速地全部灭绝 但是我们留下了一个 特殊基因的组合 我认为它还是有意义 保重中心 有一个漂亮的 秋海棠收藏 现在有1200种 一开始 我不准备做 多肉植物的收藏 因为在台北花市 我用100块台币 可以买到 三千 三四颗 那种多肉植物 你回来放在书桌上 放在床边 忘了给它晒阳光 也忘了浇水 过了半年 它还活着 我就想说 这种多肉植物 何必需要保育呢 但是当我在 奈米比亚沙漠敲化石的时候 看到了这种植物 旁边的一个布许门 布许门 就是上帝也疯狂里头 那瘦瘦小小的那个 那个布许门告诉我说 这个物种 贫磷灭绝 跟着蝴蝶的精 煮嚼了吞下去 它就再也不可不饿 它可以连续跑几天 去打仗 去打猎去 所以这种植物里头有成分 可以彻底的压制住 你口渴的感觉 可以压制住食欲 现在它摇身一变 就变成很好的减肥药 所以药厂大量需要 采截一空 它就面临消失的命运 现在沙漠里头 只要找到一点水 我们就想把它变成绿洲 就想把它变成为牧场 找到矿 它就变成矿场 现在那些工程师们 更说要到沙漠去种垫去 他们说那是一片荒芜的土地 有大量的阳光 用太阳能发电 不是很好吗 他们都忘了 沙漠的植物也需要晒太阳 所以这就是我们快速开发沙漠 让这些多肉植物灭绝的背景 所以我们开始了 多肉植物的收藏 现在建立起了一个 五千五百多种 多肉植物的漂亮的收藏 这是热带雨林里头的珍宝 最大的叶子 最彩色的叶子 都是这一棵植物 这一类群的植物 是天然星科 我们吃的芋头 就是这个棵的 现在保总中心建立了 一千两百种左右的 天然星科植物收藏 有一些是要攀爬到 很高的地方 它才成熟才可以开花 我怎么让它爬很高呢 我们就做出大的柱子出来 我们有三百根这些大柱子 可以拉高到九公尺高 那就充分让它们展现 它们的多样的完整生活史 同时设立了一个恒温室 我反对建恒温室 因为我的工作同仁告诉我 他要一个二十五度烯的房间 我说我不要 这会耗费多少能源 但是他很快就说服我 他说热带雨林 茂密的灵灌下头 流的是冰凉的溪水 在那里头 微弱的光线 恒定的溪水温度 是让这些水生植物 演化了千万年的环境 但是当树林砍了 阳光进来 温度快速上升 热带地区的水生植物活不下去 你想保它 必须建一个水生植物的恒温室 我们建了一间还不够 现在正在扩大两倍 来盖另外一间 因为有太多的物种 需要被保护 在那里超过十万颗以上的个体 每一盆都有一个电脑标签条码 就被当成博物馆里头的 珍藏品一样的照顾 你扫描一下就知道 它的身世背景是如何 这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 我们的所有材料 终极目的 就是为了富裕自然 准备素材 但是在这过程里头 是提供给学界免费去利用它 所以几乎每一个礼拜 我们都有世界各地的学者 来这边采标本 他到哪里去 以后你不要再出野外了 告诉你的朋友 到我那里采标本 他们采标本做什么 用干燥的叶子回去萃取DNA 可以知道生命跟生命之间的 演化亲缘关系 那些药学系的教授 来这里采标本 回去分析的成分 可以告诉他们 哪一些植物体内的特殊化合物 可以治疗癌症 可以防止心肌梗塞等等之类 我们现在已经有六种药物 充分发挥它的潜力 来自很不可思议的植物的种类 但是在发展之初 我就碰到了绝对的困难 有一些植物 明明是从热带地区运过来的 但是到了我们这 一下就死掉了 根本活不下去 我努力去找 终于找到 它们是来自于热带的高山地区 热带的高山 是一个一个孤立的山头 是云雾缭缭的地方 那里的生命是活在绝对湿度底下 它到了我们那里 当然活不下去 但是那是一个今天的最大困难的生态系统 因为气候变迁第一样反应就是让雾气不见了 它们活不下去也散播不到另外一个山头 所以我们就开始一个叫做全球雾林带的保总计划 台湾的中部南头县在海拔一千多公尺地方 有一个很好的地点 是台大的辖区 台湾大学的辖区是西头 西头经常云雾缭绕 所以我就征得了台大的同意 修建了两栋花房 然后这里头我们已经汇聚了上千种以上的 来自于中南美洲雾林带的物种 很多都是兰花 已经成功地开出漂亮的花朵 这些是在台湾进行的工作 但是心中不要忘了 最理想的应该是元气地保存 累积了八九年的经验 我们有了实力 应该可以去做元气地保存的工作 所以第一个谈的对象是所罗门群岛 所罗门群岛在这个地方 它有一千个岛屿 住了五十万人 这是一个悲惨的国家 二次大战的时候 美军跟日军在这里浴血战 光它首都那个岛屿就死了将近四万个日本人 附近的海域里头 沉满了日军跟美军的战舰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它的政局一直不安定 所以西方科学家进不去 大家都知道所罗门群岛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 未探索的热带雨林 但是不知道它有些什么生物 我们很幸运地跟它签了一个非常好的合约 它说你可以到我们这里来 没有限制地派植物学者过来 把植物压成标本带回去 将来帮我们做一个所罗门植物质 帮我们把植物带回台湾去 找医学专家去分析 它有什么可能要用的成分 将来利益可以回馈给我们所罗门人 而且他同意让我们把活的植物带回台湾 来好好的保护下来 我们今天不能够重蹈西方人当年殖民的错误 我到非洲去 看到了那些殖民国家离开的时候 留下的一大片灾难 那今天我们在所罗门群岛反过来做 我们先盖好一个现代化的花房 在所罗门群岛 然后训练当地的年轻人 怎么样子自己探索他的森林 怎么样子保护他的物种 我们邀请他到台湾来跟我们一起工作 目的就是希望 所罗门可以变成一个资源丰富 而且保护下来的地方 这是所罗门人 他们是地球 在非洲之外最黑的一群人 他们的祖先从非洲出发 经过欧洲南部的时候 跟那时候的一群叫做 尼安德塔人混血 然后到了东南亚 又跟那时候的另外一群 叫丹尼索尔人混血 他混了三种人的血液 到了所罗门群岛 这是一群很特殊的人种 这是在山林里头爬上去 茂密的丛林里采蓝花的情景 有一天我到海边去 看到了几棵树 树上爬满了绿色的植物根 没有叶子 有些植物根的基部 直接开出鲜艳的花朵出来 是兰花 这是一辈子不长叶子的兰花 台湾南部山区里头 过去也有同样的情景 现在完全消失了 所罗门光在这个岛上 就有至少四种 这种不长叶子的兰花 有一天下大雨 我不能到丛林里去 我就到他的Central Market去了一趟 一个小时不到 我带回了16种芭蕉 然后我就在我们的技术团里头 来开始品尝这些芭蕉 芬芳甜美极了 有些像芒果 有些像苹果 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芭蕉 有一种芭蕉苦涩到你根本不能吃进去 他们告诉我把它切成薄片 用油炸了 那是我吃过最好的薯片 第二天我碰到他的森林部部长 我就拍拍他肩膀说 你们真是有宝贝在自己的手上 他就问我 你踩到几种 我说16种 这时候轮到他拍拍我肩膀 很得意的告诉我 我们有120种芭蕉 所以我们开始引进 所罗门的芭蕉到台湾 希望能够丰富我们的水果 但是从空中看所罗门群岛 几乎每一个主要的岛屿 原始森林一片一片的砍发 就变了棋盘状的构造 这些就是油棕树 油棕是做棕榈油的 谁做这件事情 是华人的发木桑 他们砍遍了东南亚以后 带着最好的机具 最好的技术 进驻索罗门的各个主要岛屿 一片一片的砍伐原始林 改种油棕树 现场看到四辆推土机 并肩前进 一条路就开出来了 两旁的树一棵棵的倒下来 这些大量的巨木汇聚到海边去 95%以上都是要运到中国大陆去 但是这也不是中国大陆人的罪恶 因为加工之后就行销到世界 到了香港到了台湾 我们都分担这样子的责任 改变不了发木桑 因为他们都签下合法的合约 我只能跟他们商量 给你们赎罪的机会 让我的采集园 进驻到你的前线基地 一棵树倒下来 树都是五六十公尺高 那么高的树 我们怎么可能踩到上头的植物呢 附生的植物 我说倒下来 在你们把它拖到海边 把皮扯烂之前 让我们优先把植物给保存下来 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一样事情 台湾年轻的兰花专家 许天全 他在所罗门群岛 在过去的四年里头 他待了整整十二个月 每年三个月 他带回了四百种左右的兰花 他告诉我 这里头应该有五六十种 是科学界完全不知道的新种 但是他带着疟疾回来 那个岛上灯隔热疟疾 没有电可以用 那是一个绝对一般人承受不起的困难 另外一位年轻的绝类专家 叫做陈振伟 他在过去的四年 也待了十一个月 比许天全少了三个礼拜 有一天我收到他的信 他告诉我 老师 我可不可以早点回台湾 我说你给我一个好理由 他说我女朋友告诉我 你再不回来 我们就分手 所以他就提早回来 赶快订了个婚 来稳定军心 下个月他们两个人都要出发 再到所罗门群岛去 这是我们保总中心的工作人员 在当地训练他们的年轻人 怎么样子来经营一个温室 以及怎么样子照顾这些职务 非常的困难 今天我们还没有成功 训练了几个懒散 就再也不做了 等等这类的事情 但是弃而不舍 我想终究有一天 我们可以一起来携手 让他们能够探索 跟保护住自己的资源 我们的眼睛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已经开始采取行动 但是我真不知道 我们的新政府 能不能让我们 还有这样子的机会 做这样的事情 这是台湾的另外一个友邦 叫圣多美普林西比 他在非洲的西海 圣多美就是有很多的特殊物种 相对于非洲大陆的情景 到那里有很多 我们过去看都看不到的奇景 这是一种比我还高的秋海棠 一片叶子大概有我两三个脸这么大 一朵花跟我拳头一样大 如果到了西方的园艺界里头 那是绝对的宠儿 所以我们繁殖这些种子 希望有一天能够把它引接给世界 也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经济利益 但是这是圣多美的野外情景 又看到了一片一片的砍伐 这里曾经是他们的一个地标 在三十年前砍光了种油棕树 那是三千五百公顷的一个油棕园 在两年前比利时政府签下了一个新约 要五千公顷的土地 他们砍掉了三千五百公顷的老的油棕树 再把旁边一千五百公顷的原森林一起砍伐 所以这是一个世界各地热带地区普遍的情景 我们这是一个绝对赛跑的工作 另外一个正在发展的计划 是在加勒比海的圣文森 圣文森建立起美洲最早的一个植物园 但是现在破败无比 我们准备跟圣文森合作 来那里建成一个加勒比海的示范区 把加勒比海的特殊的物种 汇聚到圣文森的植物园里头 好好保护它 现在的圣文森的植物园园长是他 可爱极了 他在台湾念大学念硕士 他国语讲得很好 他台语也讲得更溜 所以我们就准备跟他好好合作 但是我不知道 我们到底还有没有机会跟圣文森合作 我们的外交处境非常的困难 另外一个我们行动的对象 是在大洋洲里头的Kiribus 叫做吉利巴斯 吉利巴斯是位在东半球西半球的交界 南北半球的交界 地球上每一天最早的一道曙光在这里亮起来 这里有十万人 他们是一个力行环保的十万人 拒绝用化学肥料 拒绝用农药 他们要过有机生活 但是这一群人会是地球上最先面对气候变迁的气候难民 因为上升的海平面已经让他们的地下水变咸水了 那他们的总统呼吁要世界救他 我相信最后澳洲 纽西兰跟斐济都会接纳这一群可爱的十万人 但是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 这个岛上几千年来培育的驯化的物种 不论是动植物以及天然的物种 不会有人注意到他们 所以我们到Kiribus去引种去 这个是林头 海边植物 台湾有 我相信香港也有 结的果子不会太大 书上说可以吃 但是吃过人不会说他好 但是你想吃真正的好林头 就要到Kiribus去 因为他们的祖先早就把它驯化 培育成将近一百种品系 我手上拿的这个 甜美多汁 就跟喝甘蔗汁一样 那位漂亮的女子 手上拿的那个饱含的淀粉 你把它磨了就可以做饼吃 有些种类它的精感又质又坚固 可以做房子的梁柱 有些叶子又宽又刃 是可以做屋顶的材料 这是他们祖先累积下来的资产 但是现在人口膨胀 西方化的生活 让他们放弃了原有的资源利用 那很慷慨的 他把他们的资源专给了我们 那希望我们可以把它保存下来 我还有时间吗 在过去几年 我努力地去说服我的朋友们 说我们在做植物的保种 顶着一个漂亮的名字 说要拯救未来 其实我们做不到 因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 需要无数的成员 你怎么可能没有蚯蚓 怎么可能没有细菌 真菌 昆虫 蝴蝶 鸟 蝙蝠 只有这些合在一起 才是一个健康的生态系 我们连有了素材 怎么重建都不知道 因为你不知道 优先次序是什么 每一次要放进多少物种 到这个摧毁的系统里头去 有太多的困难 但是不做什么都没有 我说你是青蛙专家 你为什么不来养青蛙 你是真菌专家 你为什么不赔 你是蚯蚓专家 你为什么不养蚯蚓 但是 学术界的风气 都要看研究论文 这些很难变成 学界肯定的论文 后来想想 我们就自己来做吧 我想做一个动物 来做演练 因为大家都说 动物太贵了 养不起 我就想 很可能不是如此 当我在所罗门群岛碰到他的时候 我说 我到你家去看 他说他养鸡 去了之后 果真一圆子的鸡 但是我跟他说 这都是养鸡 没什么好看的 我要看所罗门鸡 他就指着一只鸡告诉我 这就是所罗门土鸡 我说你养它 一定有目的 他说是啊 可以卖好几倍的价钱 因为味道特别好 中国大陆到那边做生意的人 抢的要吃所罗门土鸡 它可以卖好几倍的价钱 我说你还注意到什么特色 羊鸡养四个月 才可以上餐桌 所罗门土鸡至少要八个月 我就拍拍他说 在台湾我们养羊鸡 33天就可以上餐桌 饲料不一样 我说还有什么特色 他说鸡温来的时候 所有的鸡死了 所罗门鸡不死 所以他其实都讲到了重点 他清楚地知道 这些各地方原生品系的特色 鸡是中国人 把它从东南亚的丛林里头 驯化进来的 最早的一只古老的鸡 是在一个八千年前的坟墓里头被找到 他跟主人一起埋葬 代表他是个宠物 鸡也许是因为漂亮的羽毛 好吃的肉 营养的蛋 也很可能是因为 打斗的特性被人选上了 终究他进了家庭 很快地散播到世界各地去 我在地球上最热最冷最干 最湿的地方工作 我都看到各式各样的鸡 它们都适应了那个极端气候 跟各种病种害的挑战 但是从四十年前开始 羊鸡走到了全世界的鸡舍里头 它不是好吃 它也不是抗病 就是因为长得快 它的肉一点都不好 便宜变成最重要的价值 但是当灾难来的时候 它们根本抵抗不住那些禽流感 我相信未来 在产业 学界 以及在文化意义上头 我们都该保存鸡种 所以我们就展开了一个鸡的保重计划 这是我们的鸡舍之一 这是里头一个一个的鸡舍 鸡栏 然后我们养了很多不同的鸡 其中一个是日本的长尾鸡 它的一根毛可以长到一两公尺长 这是观赏用的 但是这是绝对有意义的鸡种 它叫宫廷鸡 是在清朝的时候 紫禁城里 养来专供皇家吃的鸡种 但是八国联军的时候 这个鸡被太监爆出来 进了北京的胡同里头 当中共见证了 他们知道了这个故事 就到胡同里头 把这些鸡全部汇聚在 北京的一个 贫磷灭绝动物的研究中心 这鸡很难养 几十年下来都变老弱残兵 大概在15年前 台湾的几个专家到北京去 知道了这个故事 用六种昂贵的鸟类 去换了六颗蛋 第二年北京积温 剩下的鸡全部灭绝 这六颗蛋在台湾付出了四个小鸡 分成两个族群 一个在宜兰 一个在屏东 当我们成立鸡的保总的时候 他们慷慨地把他们的鸡 全部捐到我们这里来 所以保总中心现在是 留住了唯一的皇家血脉 这个鸡漂亮极了 你看看脚上长了毛 他们说这个鸡 你把毛扒了 放到水里头去煮 上头一层浮游都没有 所以它有绝对的特色 它身上没有飞鱼 全部都是丝绒 这是来自于四川的救院黑鸡 细节我就不多说了 这是来自于云南的云南原鸡 它的头差成两半 这是中国有1500年的 十泉乌骨鸡 这是来自于越南的象腿鸡 这种鸡可以长得这么高 你看它只看到两条腿 这是当年 越南人进贡给它国王的 也是进贡到中国的 但现在数量非常少 这一对鸡可以卖到2500块美金 是有钱人炫富用的材料 接着我们从乌龟开始 用乌龟结语 2011年统计了世界上25种 最危险的命运的龟种 箭头全部集中到这里来 就是在东南亚 在中国大陆 所以我觉得这是华人应该自己尽的责任 所以我们展开了一个龟的保总计划 在保总中心里头 去年四五月我们建成了45个水龟池 还有一个一个的陆龟生长的地方 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些被称作Asian crisis的 其实是一个Chinese crisis的悲剧 能够画个据点 让我们好好的自己照顾它 要展开一个叫做Future Earth Ecology Program 未来地球生态行动 是感叹于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头 世界各地的大学 在生物系里只要有一个传统的学科的教授 一退休 差不多一定是改变分子跟细胞学的教授 所以很多年了在大学里头 没有办法教同学们这个树叫什么名字 这个虫子叫什么名字 所以最基本的辨认世界的能力都消失 没有这个基础 你怎么去就地球去 更何况要了解了这些 才能够有综合性的生态学的概念 所以今年暑假 我找了一笔钱 准备培训 我说这是一个旧地球的圣战式计划 台湾的自然科学博物馆上课 因为那里有丰富的标本 有非常好的研究员 每一个专家 我请他跟同学讲一天的课 进出课堂跟标本库 让他留下清楚的印象 两个礼拜下来 我至少可以教十二种不同的类群 那第三个礼拜就到我们的植物保育中心去 上植物学跟到花房实习的工作 第四个礼拜我就送他们到动物园 到海生博物馆之类的地方 去参访这些研究机构 第五个礼拜就去参加吴大游科学营在西头 今年我们找了世界级的气候变迁的专家 来跟学生们对话 谈全球的问题 然后后头的三个礼拜 就请他们到学者的实验室里头 去帮忙去做volunteer 这是今年的暑假 明年的寒假 我要用他们两个礼拜 第一个礼拜 把医学期的生态课 在一个礼拜里头把它上完 因为一天上八小时 第二个礼拜 我要送他们到海边 到高山顶上 去实习了解自然生态系 到底怎么去分析 怎么辨认里头的成员 做点小实验等等之类 那明年的暑假 先上一个礼拜课 接着我要把它送到新加坡去 在新加坡大学上个几天课 接着就到马来西亚的 还残存保留的热带森林 到里头去了解 什么叫做原始林 接着到旁边被摧毁的 改种成油中田的树林里头 去看看这两者之间强烈的对比 然后后头的就在 各个研究员的专家实验室里头 出去实习 我相信经过这两个暑假 一个寒假 我们可以培训出 未来拯救地球的一部分的种子 新加坡大学会派学生参加这个计划 我今天来香港 其实就是想邀香港的学生 愿不愿意参加这个计划 我可以拿出两三个名额出来 所以在座 回去鼓励你们的学生 鼓励你们的孩子 但是他必须有 承诺进去 至少今年 先承诺一个暑假 一个月或一个半月 在台湾吧 那只要自己付飞机票钱 就可以了 剩下的台湾 我来负责 饭钱大概还是要爸妈出了 我想开放一两个名额 或两三个名额 给社会人士 修过大一的 一年的生物学的课 就qualify 但是剩下就要交给几个教授来评审 谁的热忱度最高 谁准备的比较好 但是我不是只有今年收学生 明年还收 后年还收 所以希望和香港的学生 什么时候愿意加入这个计划 这是一个世界各国都需要的人才 有人问我说 他们的职业在哪里 未来在哪里 我说不要操心 因为这个世界 太需要有这么一群学生了 我以前是在台湾的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工作 做这个保总计划 是在那个时候 脑子里头成型的 我幼稚的以为 我可以结合民间跟政府的力量 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有一个长处 我会伸手到有钱人的口袋里头 说服他把钱捐出来 政府的钱经常是拘谨僵化的 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不是很好吗 所以 我辞掉了科学博物馆 我辞掉了科学博物馆 管长的工作 因为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很热血 我担心我会变成一个偏颇的馆长 我只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就辞掉了工作 但是我辞掉之前 先到教育部找了部长 说我这个计划有没有感动你 他说非常感动 他说你需要多少钱 我先支持你 当作第一笔中子钱 我说我需要的经费很大 但是你确实可以给我一笔中子钱 我说我要跟我们附近的一个农校合作 为了表示这个诚意 我先把这个钱给这个农校 在他学校里头盖一个好的花房 来做准备工作 农校是一个中学还是大学 是一个建于大学跟高中中间的一个专科学校 农学农艺化 结果钱就拨到那里去了 过了一年 花房都还没有办法开工 这就是一个缓不积极的行动 我在台湾清华大学 这些年来都是如此 如果我们要盖一栋新的建筑 给一个细用的话 从有钱到规划出建筑到最后盖好 大概要七年或八年的时间 这个世界不能等 所以我后来就决定终止了向政府要经费的方式 我纯粹去向民间募款去 政府是没鬼用的 这个社会不缺资金 只看你有没有办法说服大家认同这种行动 所以向政府请来配合通常都是最困难的事情 当初支持这个计划的 问我说你有什么进度可以想象 我说给我五年的时间 我算好了 我可以让我们的保总中心拥有五千三百种职务 我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是我请教了二十位学界的专家 说我给你充裕的经费 给你五年的时间 你可以帮我汇聚到多少物种 我的习惯是把它加在一起 再加上百分之二三十 所以我就得到了五千三百种 我还很得意 但是我跟大家说明 一年我就超过了五千三百种 那这个原因为什么 因为得到了社会的认同 有不少人把自己一辈子的收藏 专业的收藏就付份捐给我们 所以这就是社会的力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